盘点淡仔岛中出现过的三种蹦床 其中两种不已被官方删除 首先来看出现在淡仔岛中的第一种黄色蹦床 它没有被官方删除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见过它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黄色蹦床 在淡仔岛的位置 是在盲盒垫的右侧 淡仔只需要走到黄色蹦床上 就会被它弹飞在天空中 很好玩 再来看出现在淡仔岛中的第二种蹦床 它是蓝色的蹦床 很遗憾 它已经被官方删除掉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曾经只要淡仔走到蓝色蹦床上也是 会被它弹起来 非常有趣 而蓝色蹦床 曾经所出现在淡仔岛的位置 是在商店建筑物电梯的左侧 可是随着新版本淡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商店建筑物电梯左侧 已经没有蓝色蹦床了 它已经被官方删除掉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最后再来看第三种 出现在淡仔岛中的紫色蹦床 相信只有老玩家才记得它吧 作为一名老玩家的我 直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曾经和淡搭子 一起在紫色蹦床上玩耍的时光 是多么的愉快啊 而曾经紫色蹦床 所出现在淡仔岛的位置 是在商店建筑物电梯的左侧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淡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商店建筑物电梯的左侧 也已经没有紫色蹦床了 它也被删除了 小伙伴们 这些就是出现在淡仔岛中的三种蹦床 其中两种都已经被删除了 这些蹦床你们都见过吗